在这座不大的岛上 每个人都解禁了真正的自我 权势 欲望 杀戮 恶念 种种被世俗压制的真实情感 展露无遗 毫不夸张地说 这座岛每个人都变成了恶魔 现如今 它已经变成了无人居住的现代化废墟 可日本却觉得非常光荣 早在2015年 曾被罪恶笼罩的端岛 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成了日本迈入工业革命的象征 究竟端岛上 发生过什么 将人追剧只追好剧 电影《军舰岛》陷在风上 衣冠楚楚的江玉 是位乐团团长 在她的培养下 女儿素姬成了红透半边天的小小歌手 可眼下国难当头 日本的铁蹄已经迈向朝鲜 无数朝鲜劳工被强征出国 沦为日本开采煤矿的廉价劳动力 江玉对此深恶痛绝 可是为了生活 她不得不出卖灵魂 远赴日本 为当地富豪献上表演 素姬也一同前往 二人约好赚够钱就回国 从此断绝演绎 只可惜 这艘船并不是前往东京 而是前往附近的端岛 揭开迷雾 船上的朝鲜人遭到殴打 男女被严格分开 男人成了下一批挖矿劳工 备受剥削 女人则沦为未安妇 毫无尊严 在这种绝望的环境下 朝鲜人的抗争愈演愈烈 最先站出来的是黑道成员 崔七星 她打败了之前的朝鲜头目 获得了朝鲜阵营的最高权力 当然 她依然无法反抗日本人 只是单纯的 窝里恨 第二个起身反抗的是 农庄艳抹的素姬 虽然年龄小 但她已经从身边的女人那里 学会了生存之道 要知道 从1872年10月开始 明治政府就已经推出了 解放异计娼计令 可日本军纪发展并未受到制约 威延富一直供不应求 在种种欲望前 日军彻底摆脱了道德枷锁 为了拯救自己 素姬极尽谄媚 站在台前不停高喊 日本天皇万岁 日本军官被她打动 也起身负荷 看来今天晚上 素姬暂时安全了 离开前 她遇到了盆头垢面的疆域 虽然前途渺茫 妇女二人还是会心一笑 由此看来 无论是崔七星还是素姬 他们都是在反抗原本的悲惨命运 从未想过与日本人对抗 这便是最可悲的地方 此后的几天里 崔七星同领手下小弟 让他们在矿洞里卖命工作 素姬则陪伴军官 借此获得特权 殊不知灾厄很快降临 端岛的二号坑道非常危险 瓦斯爆炸时有发生 军官早对此不满 这几个月来 二号坑道一直产量不佳 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把坑道从中间炸塌 让那些正在工作的朝鲜人做陪葬 军官的命令很快下达 可眼下又有另一个问题 急待解决 同时遇难的还有朝鲜精神领袖 尹学哲 如果他死了 朝鲜劳工势必会发起暴动 为了掌控局面 军官又开始着手策划救援行动 殊不知 金鱼勘探的崔七星 已经找到声门 老麦的尹学哲保住了性命 在同胞面前 他激动的声讨 如果日本人不拿出补偿的诚意 我绝不会和他们进行任何私人会面 此言一出 有人欢呼 有人不鲜 留在这里是绝不可能活下来的 和日本人谈条件 无异于自寻死路 江玉深知这个道理 他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巴结军官 说日语 唱日本国歌 再到把宿姬交给日本养父 江玉受够了 他不是狗拳乱世的落魄戏子 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朝鲜男人 在命运的驱使下 江玉遇到了特工朴武英 此次前往端岛是来秘密解救尹学哲的 懂日语的江玉 答应与他接应 作为报答 朴武英必须安全送走江玉妇女 协议很快达成 当晚江玉动用各种关系 弄到了电报室钥匙 朴武英得以发报求援 可撤离名单上只有他和尹 从一开始 朴武英就不想帮助这对妇女 只可惜计划有变 战役阵农的美军派出了大量轰炸机 他们在端岛盘旋不止 直到半夜才停了下来 朴武英趁黑出洞 带着尹学哲溜之大吉 江玉自知被耍 激动的到处找人 殊不知朴武英并未走远 他把尹学哲带到仓库 询问这些天来 他发现的各种秘密 为什么这座岛上 所有朝鲜人的合同 都划在尹学哲名下 他们的工资 死亡赔偿金 都是尹学哲的私人财产 所谓的精神领袖荡然无存 站在面前的老哲 不过是虚伪冷血的投机商人 尹学哲与日本人为伍 靠残害同胞谋取暴力 事宜至此 朴武英不再迟疑 他拿起枪 要亲手杀了民族罪人 只可惜美军队端岛 展开了小规模轰炸 他的计划被彻底不断 尹学哲趁机逃跑 江玉妇女也顺势躲到安全地带 炸弹接连不断 本就充满罪恶的端岛 彻底沦为人间炼狱 烧焦的尸体 炸烂的房屋 哭喊声夹杂着枪炮轰 今夜无人信 在这存亡之际 尹学哲愈发癫狂 此前朴武英展示了 他与日军同流合污的证据 现在账本下落不明 朴武英也不知去向 尹学哲必须销毁一切证据 继续统领朝鲜人民 否则他也会迎来末日 在烈火中 尹学哲遇到了愤怒的朴武英 可他运气不佳 墙里没有子弹 朴武英抓住机会 击倒了他 又接连杀害了看过杖短的人 躲在暗处的疆狱妇女 不敢出声 只能静待混乱结束 清晨 尹学哲被日军带回 他依然是朝鲜领袖 指挥生者搬运尸骸 对于这些 尹学哲并不在乎 他必须从尸堆里寻得朴武英 此人不死 他就过不安稳 可惜天不遂人怨 一连几天 尹学哲一无所获 见此情形 他索性放弃 说不定这小子 早就被美军的炸弹 错骨扬灰 有类似遭遇的 还有一只嚣张跋扈的日本军官 他被炸成残废 轮为半人半鬼的落魄伤兵 可即使是这样 他也不肯放弃手中权力 西智的手下只好帮他一把 彻底脱离人事分忧 如今 日军内部已经变天 新任领袖接到现报 听闻近日法西斯战线已经溃败 任何与法西斯有关的证据 都要彻底消除 端倒这座血肉工厂 自然是重中之重 日本军队要求现任日军领袖 清除所有朝鲜人 马上回国复命 为了达到目的 日军领袖找到了尹学哲 这个老头一向善于蛊惑人心 他说的话 朝鲜人全都奋为真理 当晚 尹学哲发表了一场极具煽动性的演讲 此前 前任朝鲜领袖 杀掉了一名日本少女 并将罪名转嫁给崔七星 就这样 这位威望架空的黑帮大佬 遭受了非人折磨 尹学哲以此为由 发起反抗运动 公开谈判 争取平等对待 只不过日方是有条件的 明天一早 所有朝鲜人都得下到矿洞工作 女人和孩子亦是如此 此话一出 侥幸逃过一死的朴武英 率先出面反对 他一五一十地揭开了 尹学哲的虚伪面目 最终 这个可悲可恨的老头子 死于割喉 朴武英成了新任精神领袖 他说服众人策划逃亡 打算越过愈发薄弱的日军防线 搭乘运煤船 逃回朝鲜 这个伟大的计划很快变成现实 部分朝鲜人摆脱控制 与此同时 日军察觉了异常 一场阻击战拉开帷幕 一方是边打边退的朝鲜平民 一方是以示强弩之末 只得竭尽全力杀人的 癫狂日军 在这存亡之际 崔七星成了中流砥柱 他带领手下反击日军 江玉则联手朴武英 寻找深门 一路拼杀 被鲜血染红的粗布衣服 遍地都是 可朝鲜平民并未屈服 他们团结协作 支起天梯 冒着风险 一跃而下 终于如愿搭乘玉煤船 逃出升天 至于崔七星 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在复仇的怒火中 崔七星燃尽了生命 和刚认识不久的爱人 倒在一起 颇具戏剧性的走完一身 最终 日军淡静粮绝 他们成了一盘散沙 只得投降 让朝鲜幸存者沉船离开 在回家的路上 江玉也走到了尽头 在临死前 他把宿姬托付给朴武英 自己则竭尽全力挤出笑脸 平静地离开人世 与此同时 长崎的方向传来一阵火光 巨大的蘑菇云震撼人心 望着这一幕 宿姬久久不能平静 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天的我们 又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这一切又有谁知晓 自此电影戛然而止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本作由真实事件改编 大部分情节都有史实参照 在朝鲜 端岛是残酷死寂的鬼城 可在日本 这里是代表先进发达的 进步之道 现如今端岛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尽管这座岛劣迹斑斑 充满寒恨而终的冤魂 截至二战结束 共有722名中国劳工 以及1442名韩国劳工 在端岛上被折磨至死 对这一切 日本方面概不承认 讽刺的是 端岛上去世的日本军官 几乎全部进军 晋国神社 军国粉种鱼烟鸟鸟 悲苦亡魂不得安息 和中国人相比 日本人更善于遗忘 从慰安妇到端岛 再到清华战争 南京大屠杀 日本政客通通遗忘 殊不知 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几十年过去 饱受战火洗礼的日本 并未真正平息 从败鬼到修宪 日本一直在想方设法 摆脱二战制裁 青天之上笼罩着军国的阴云 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亡 而我们要做的 就只有勿忘国齿 振兴中华